8点42分,被动奥运熊猫馆发生惊险一幕,萌兰的妹妹萌宝挽起爬高高,导致喷林管线断裂,小宝摔了下来。 萌兰听到声响,第一时间主动来陪伴安慰妹妹,萌萌还和妹妹贴贴,姨姨们真的被萌兰的举动感动了。 萌萌儿真是最治愈的小熊,上午11点,妹妹的场地进行维修,萌萌儿饭也不吃了,觉也不睡了,开始帮妹妹监工。 下午1点49分,萌宝出外场了,快看萌宝的身后,大头萌萌儿又来看妹妹了,小宝见到哥哥也是超级兴奋。 萌小枝再次隔窗帖帖,咱们的大暖男萌兰,又冲妹妹摇手手,萌萌儿啊,你真是要把姨姨们暖到哭啊,小宝为了告诉大家她没事,还转圈跳舞了,姨姨们可以放心了。